打了16隻的安打 中華尾又翹出一隻穿越安打 三列上跑者跑回來沒有問題了 其中泳隊很快的就取得1比0的領先喔 接下來第三棒的是謝家賢 打著優勁幫忙的古力球 傳二壘 刺殺出局 刺到一壘往二壘朝的跑者 不然現在靠一桌選擇呢 上到了一壘 接下來是第四棒的黎一拳 這時候打得不妙 林志正踩到二壘接到球場 二壘之後傳一壘 形成了Double Play 博娜一局上面牛隊的攻勢大有斬獲了 攻下了1分所以取得1比0的領先 二局上面牛隊的攻勢又出現了第五棒張戴三 一上來就敲出一隻中間方向的伊利安打 米勒的壓制性今天狀況非常的多 我們知道看到了連續安打不帶著出現 第六棒的威娜絲緊接著補上一隻 左外方向的伊利安打 連續兩個半局都遇上了危機喔 我接下來我們看到是陳志偉 一人出擊的時候陳志偉敲出一個三點方向的反彈球 連續接到這座傳一壘選擇赤斬 不過呢二三的有人喔 我這時候第九棒的李一偉 敲出橘子右外方向的全雷打 哇 李一偉呢敲出本季的第一發紅不浪 我們看到這一球偏高的直球被他打一個正常 這一球呢朝著右外前方向飛去了一外手指 第一個球看喔 李一偉本季的第一轟出爐 也幫助新龍牛隊呢 取得了4比0的領先了 連續三個半局 新龍牛隊的攻勢還沒有結束喔 三局上半呢 阿巴亞謝家賢呢 無人出局呢 又打出了一隻安打 也就是說新龍牛隊呢 等於說連續三個半局喔 第一名打者都上壘了 而接下來 剛剛打出雙槍打的李一全喔 這時候打出一個相當十五方向的飛球 落地形成的安打 哇 這次常打呢 阿巴亞現在跑回來 沒有問題喔 比數已經變成了5比0了 這時候呢 我們看喔 南軍熊隊已經看不下去了喔 決定要把米勒給換下場啦 對 結果今天他投了兩局 竟然就掉了這五分的自責分 而且雷尚正面跑者的自責分數還算到他頭上喔 我們看到接下來是輪到是真兆豪 把這個障礙跌得越高越好 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結果這球上威納斯打成那個三壘方向的滾地球 接到球這麼傳韻耶 這是一個雙殺打喔 雙殺打喔 Double Play 543的Double Play喔 不過三壘上呢 還是有跑者 兩人出局呢 這時候呢 決定要把球做給鄧老師 鄧遲陽 結果這球呢 打得強勁喔 我們看到林志勝雖然鋪接的方式要接球 可是呢 球碰到了 不過球還是跑掉了 那這一分呢 帶有一分打點喔 新龍牛隊呢 在這一局又有斬獲 也當比數拉到了6比0了 對 才三局打完了 新龍牛隊就以6比0領先 這樣看來應該今天很有機會可以終止聯辦 不過我們知道今年球季喔 新龍牛隊最大的問題就是他們的牛棚戰力問題 讓人會看著膽戰心機喔 那牛棚戰力的思維變成為這場比賽的一個非常大的變數 而下半段的比賽到底如何呢 趕快來看看 不開咧 那也是滿麻煩的 來 我們先看到了五局下半 已經變成7分了 因為五局上半呢 新龍牛隊靠了寶宋跟威娜斯的安打 又添加了1分變成7比0的領先 五局下半 我們要看到熊隊要上演絕地大反攻啦 一人出去之後呢 陳鋒明先安打上壘之後呢 接下來 日平 三壘鬧空城 哇 這球呢 打得相當巧妙 這是一個強吸球喔 三壘上沒人補位 形成了一出局 一三壘有人的情況 接下來輪到的是小豆十字尾 中外也方向的安打 哇 三壘上跑者跑回來 沒有問題啦 藍綠熊隊呢 打破了鴨蛋 這樣比數變成了1比7喔 接下來輪到的是大師兄 林志勝 中外也方向的飛球 這球非常遭到介紹不過已經夠深遠了 三壘上跑者回來沒問題了 剛剛呢 兩位跑者是因為靠著投手的爆頭 推進到二三壘了 因此大師兄 林志勝這個高杯新生打呢 也賺到了1分的打點 比數變成了2比7啦 林老師第四把成績棒結果這一球 窩樂呢 在控球上出了問題 要形成的觸生球寶宋 贏了五分 還要填觸生球 好啦 窩樂一啊 我們看這球握了這個石頭球 插到了風哥的衣服的衣角部分 這是最不痛的觸生球啦 兩人出去一三六五人 情況之下這球 第五方的盤中衛 敲出了一隻左衛方向的落地安打 哇 這次安打呢 又帶有一分的打點了 這已經是藍綠熊隊 在這個半局所攻下第三分 藍綠熊隊呢 雖然沒有出現 目前來講沒有出現過強打 不過呢 他們的安打是一隻接準一隻喔 這時候我們看到的是 剛剛出現失誤的鍾成佑 代罪立功啦 藍綠熊隊呢 接連敲出的安打呢 已經連續追趕回四分啦 而且呢 攻勢似乎還沒有結束 這時候呢 新童牛隊呢 決定要換投啦 對 結果今天沃樂也投不到五局啦 四六三分之二局 就被敲出七隻安打 他們送出了三次保送 那麼掉了這個 接下來要掉分數 應該也要算在他頭上的 沒錯 藍綠熊隊 我們知道這個半局喔 打了一輪十個人次喔 又打出了六隻安打 已經靠著一次四環球保送喔 一口氣攻下了五分 吃了大橘子 那也讓呢 比數變成了五比七 只落後兩分啦 而且呢 五局下半的攻勢呢 是否把氣勢延續到六局下半呢 我們知道呢 第一棒 新的林志平呢 在這一邊 以上場呢 就敲出了安打呢 連續兩個半局都有安打的演出啊 這時候呢 沈夫人也下場了 又換上了第二任中進投手 沈玉潔 結果呢 橋的十字尾執行戰術 我將跑者推進到二三壘了 接下來要輪到大石肉林志盛 這一球逮到了 左衛方向 右高右遠 出去了 這是一支三分跑 本季的第二十一轟出爐啦 而這支三分跑呢 也幫助藍綠熊隊 他一直將比數給超前 變成了八比七 這場比賽真的充滿了戲劇性啊 所以說真的林志盛的復活 對於藍綠熊隊戰績來講非常重要 雖然先前這個總教練 洪宗總教練有講說 要講說他可以攸關這個球隊戰績 可能對他來講壓力會太大 不過的確是他一旦復輸之後 對於球隊 其實不只藍綠熊隊的打線有所發揮 我們這地方也再度看到了 西弄牛隊的牛棚問題 如果沒有辦法獲得解決的話 對他們在下半球自己來講 想要爭取更好的成績來講 會是一個非常不安的變數 我們看到呢 藍綠熊隊這局真的是打開了 這邊又攻下了分數 也將比數呢 變成了十比七 連續兩個半局都攻下了五分 真的是太可怕了 九一三半 西弄牛隊要展開最有反攻的機會 這時候呢 喜用帶打鄭達鴻 可惜呢 沒有辦法進攻 中外野飛球呢 一出局 接下來 我們看到是阿伯亞謝家賢 又投得不妙啦 這時候我們看到 藍綠熊隊已經換上了 耿胖 耿博宣 上場救援了 連續解決到了兩名打者之後呢 又讓第四方的林一拳這球 直接呢 打到了投手的正面的強氣球 刺殺之後呢 接到球之後傳一壘 形成了刺殺 最後的比數呢 就是十比七 藍綠熊隊後來居上打敗了 西弄牛隊 這場比賽的設定投手呢 是在第三局上場中繼的 曾造豪 另外呢 耿博宣呢 這次拿下本季的 第一次的救援成功 至於新章